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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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介紹的地方 絕對是打卡的勝地 我身處在雷生春 是上世紀30年代起的唐楼 而今天已經是發定估值 雷生春其實是 九龍巴士公司其中一位創辦人 雷良先生所經營的藥店名稱 藥店在這座唐樓的地下 由於唐樓的頂部有 店名雷生春三個大字 因此附近的家坊都會以雷生春 稱呼這棟唐樓 藥店有一副對聯 雷與公深陽灑路 生文仰望藥回春 寓意雷氏生產的藥品能夠醫好病人 雷生春當時只是生產和售賣一種鐵打藥酒 雷良當年只是想做複製裙 因此沒有大量生產和宣傳 但藥酒仍然大受歡迎 愚滿海外 雷生春是一個很特別的箭前唐樓的例子 我們見到建築物的底部 保留了花崗的柱 然後上面混凝土造的柱 一直伸到上天台 而橫我們都會見到一橫的建築特色 有少少的閃銅飛了出來 而令到這個長方形的格子狀 是份外顯眼的 其實看看雷生春設計的門窗 我們不妨去看看設計 每一個都是象深獨韻的 包括我們見到的窗 很多都印有幾何圖案的壓花玻璃 而我們細心又可以留意下面 向著唐尾道的窗 其實它是可以上下開洞的 當時的建築師怎麼一絲不苟呢 譬如這些的彎位 都是仿西方式的一種新古典的味道 來做一個轉彎 亦都做了門的一個architraver 再深入一層才是木的architraver 和大門 然後我們真正見到雷生春的招牌 大門 大門 喂 浪河山水喉 我大概是幼稚園至中三期間 我住在雷生春 我爺爺和這裡的屋主 雷亮先生是同鄉朋友 雷亮先生的兒子 他就知道我家裡的環境不太好 免費給我們住 整層會在角落頭間 鑒了屏風給人住 我當時也是住在屏風裡 我一家就住在屏風裡 其實有些小朋友去玩 我踩的是三輪車 來來來回回 可以踩好長很多轉都可以 可以打羽毛球 因為夠高 打冰箱球什麼都可以 可以上來這裡 其實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看到這些一磚 一窗 那些設計都和我小時候 一模一樣 在2000年 雷氏家族決定將雷生春 送給香港政府做保育 在2012年 雷生春由浸會大學 成功活化為中醫保健中心 延續雷氏濟勢為壞的精神 和推動香港中醫藥的發展 可謂意義非法 一個不論在建築美學 歷史和社會價值都這麼高的建築物 大家來打架的時候 都可以用心欣賞 這區除了雷生春之外 還有很多特色的堂樓 大家記得去打卡 到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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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